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对于感情已经越来越看得看 很多时候,年纪和身高,甚至更多的因素,已经没有办法束缚感情 对于男女来说,更多人开始兴奋感情 只要感情到了,外界的一切因素都不重要了 那么也就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姐弟念,或者是大书念 那么你知道找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看看女人是怎么说的吧 很多时候,女人以为自己年龄大一点,可以慢慢地带着男人成长 但是实际上,男人的成长有时候并不来源于女人的调教 而是看她自己是否愿意去努力成长起来 35岁的女女士,一直是一个不愿意将就和委屈自己的姑娘 所以一直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人 直到后来,遇到小刘的时候,才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小刘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 热情,阳光,对生活充满激情 而且在相处的过程中,十分的幽默 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 恋爱的时候,自然是十分的美好 隔三差五的惊喜,十分的依赖女女士 让女女士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但是婚后却是完全不同的场景 婚后的两个人,小刘因为年纪的原因,总是在生活中早出晚归 和自己的一些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喝酒,很晚才回家 回到家也不离回家务,对于生活一点也不插手 和恋爱时候的那个人完全不同 女女士觉得自己可以陪着这个男人一起成长 可是实际上还是高估了自己 婚姻不是恋爱可以永远隐藏自己的缺点 当然也不是只有姐弟念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希望在选择爱情的时候,你们可以谨慎一点 婚姻不是儿戏 虽然不是所有的姐弟念都是这样的 但是姐弟念确实不容易的地方会比较多 希望你们可以慎重的考虑 谢谢大家